我是96年的 今年26岁 过去两年我们完成了四轮融资 累计的融资金额近一元 我们现在是抖音的电商水平第一名 玫瑰的销售额1000万 你凭什么赚到钱 我来自于一个很小的城市 叫鄂州 在武汉边边上 长住人口大概不到50万 我的母亲华州挪威大学 是一所211 刚才大学那会儿还是想做折腾点事情的 然后当时是看到一篇报道说 超市里70%的蜂蜜是假的 是勾兑的 我们其实对当时对这个事儿 还是有点义愤填膺 丰农赚不到钱 消费者买到的是假密 中间这个劣币去除良币 当时还是怀着一些美好的愿景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跟丰农直彩 然后封装 溯源 当时这个项目其实没赚多少钱 但他做一个创业项目 所以我们的第一桶金 你当时通过什么渠道去售卖 就通过公众号 你做的公众号 对 转发这个故事 然后学生们听完也非常感动 他们也会帮我们转发 他的父母 他的朋友 外校的学生等等的 对 就很容易就传播出事 做事件的传播 对 就是一群农业大学的大学生 想卖给你真的蜂蜜 想让农顾赚到钱 公众号粉丝做了多少 差不多两三万吧 都是精准客户 对 因为那个时候购买了 还是能够直接关注的 所以那两三万应该都是买过的 都是有达到多少 最好的时候一个月将近十万块钱 后来去干什么 后来第二其实想做点有梦想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骑自行车 然后我最深恶痛绝的时候 我被偷了三辆自行车 三辆吉安特 我本身是学机械的 所以我就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大家把自行车 拿出来当作公共的自行车来用 你是怎么模式 我们当时是让学生们 把自己空运的自行车捐出来 我们当时差不多招募了三百多个学生 你只要捐出来 还有很多老师捐 你就可以使用这三百辆 然后我们给它做了一些智能锁的改造 让它远程的开锁等等这些使用 怎么研发呢 这个智能锁 我是学这个的 这个对我来讲不难 这个事我们大概拿了四个转例 有两个是发明转例 你亲自在研发的一线 当然不光是我一个人 这个怎么叫智能 就是可以跟手机相连吗 我走到车前 我打开公众号 对 你输入一下车的编号 你给我反一段密码 我往里一输 车就开走了 对的 这个模式很好 这就是现在的共产单车的雏形 那今天其实这个事被资本进来了之后 变成了一个战争 所以无数的新车被投放进来 所以人家来的时候都是标准化的 所以这个事最后并不是你有任何 你可能有一点小的技术创新 或者你有情怀就能做成 它就是一个资本的游戏 背后就是变成了 谁的钱多谁牛逼 所以它不是一个适合小创业团的事情 最后前前后后我们大概亏了有12万 当时真的一股脑 就把自己所有的钱全都投进去 真的是因为热爱看好这个事情 当时还妄想的拿着一点点钱 跟OFO他们拼速度 我觉得我只要我的智能所能快速地做出来 我一定能比他们更快地强调市场先进 所以诶呀 见识到了资本的力量 对就被资本打趴下了 后来我就在想说 OK我还是想做点事 不论有没有钱怎么样 那个时候 其实我非常喜欢吃零食的 而且我发现确实越来越多的姑娘 不敢吃零食 吃完想着 我要晚上多跑一个小时 一个薯片里面吃饭好像有多少 40% 一半就是油 对你看不出来 所以你吃一包薯片 一半就是在喝油 就是一个极致的油汤混合物 具备所有让你发胖的 所有的一切的理由 所以当时我们想的也很好 那OK吃零食嘛 你就是怕高热量 你就是怕没营养 那我给你做的有营养就好了 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调研了很多 缺蛋白质 蛋白质收入不够 对吧 免疫力不够 肌肉不够 缺膳食纤维 我们就把这两个好的东西 全部都放进去 做非常的极致的一个营养的脆片 所以我们当时在学校实验室 做了这个事情 那你的第一款这个产品 做出来的时候 它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类似于饼干形态的方的脆片 当时还是人工手工切的 对 就是低脂 低脂高蛋白高膳食纤维 高膳食纤维 好吃吗 能吃 对 这个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但当时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想营养健康第一名 就其实不好吃 其实不好吃 但是也很营养 绝对的营养 在我们产品刚刚走上正围 可能一个月有个10多万 20万的销售额 慢慢在爬坡的时候 突然我们的一大批产品 发生了一些风味上的变化 它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质量问题 它可能是我们的调味料里面的某一个元素 它可能经过了一个夏天 它的味道就没有那么好了 然后消费者就非常多的差评 但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又不是一个市民安全事故 你很难说服工厂去重新给你做 或者什么样的 所以最后那批货 我们全部都放弃掉了 销毁掉了 多少货 大概有6吨的货 价值 如果卖出去的话 大概有个五六十万 你之前的管单车不是亏钱了吗 你这个事又亏钱 这个亏的钱就是我贷款的钱了 对 我当时拿了一个无需贷款 这坑是什么时候填上的 到这两年才填上 对说实话 我到这两年我们做实验室 我才把之前的贷款差不多还回来了 对 玩命的创业呢 因为我们当时都做得那么难吃 还有消费者认可我们喜欢我们 他是没有供给 是没有人这么去做 大厂不会去这么做 小的品牌不敢这么去做 当时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 我们不能用传统的供应链 我们得做一点新的东西 把新的东西做到好吃 我们在考虑说 有没有可能把鱼肉做成一个薯片 所以我们当时大概 做了13次的检验报告 至少是13个P4的产品 前前后后配方 我们大概调了有300多次 后来这个产品终于研发出来了 当然对我们来讲 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 特别是在中国的零食领域 它的集中度非常好 比如说我们拿薯片距离 5个品牌占到了92%的市场份额 我们熟知的某市 某院和某客 包括上某家 做瓜子的也会有一款薯片等等 这5家基本上占到了92%的市场份额 最大的那一家在40%以上 非常的夸张 它们的笼带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它基本上占领了 整个适合做薯片的土豆的品种 所有的这种土豆都是它的 它每年其实是遗产定销的 今年我产了多少土豆 我就卖多少薯片 它薯片的生产土豆是一种特种品种 是的 所有的农民是从它那儿拿种子才能种 然后它再统一地收掉 它有严格的一系列的标准 所以它的土豆做出来 你每一包薯片的味道都几乎是一样的 而且是最适合做圆切薯片的土豆 但是我反倒觉得 你可以说这个塞道很卷 而且巨头很大 对你是一个很大强度的压制 你也可以说 这里面充满的机会 其实是一个空白市场 因为你做的事情 它们没有在做 我们认为说 这个可能就是属于我们的机会 为什么你觉得你能成呢 这事 很多的投资人 包括很多的上一代的人 很多的行业里面会问我一个问题 真的有人吃薯片在乎健康吗 这个问题我听到的时候 我是懵的 他为什么不能在乎健康呢 其实上一代人会认为说 你如果是一个吃零食的人 你一定不养生 你如果是养生的人 你一定不吃薯片 现在你的年轻人活的就是这么纠结 他不是纠结 我觉得反而是一种货的 我就是既摇又摇 我很诚实 我吃薯片 我知道它好吃 我也会吃 但我吃完就是不爽 我就是要跑一个小时的步来 去对冲这种不爽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机会 而且这个机会 上一代人理解不了 在当时你接触 开始接触资本的时候 你的团队有多大 你的消耗有多大 三个人 我们第一笔钱来的时候 我们的货都在武汉 那个时候在疫情 都没有办法 所以那笔钱是一个救命的钱 给的多少钱 不多 那你往前取得了什么进一步的成绩了吗 那产品上线了 对 上线到第一批的 电商的平台 第一个月大概卖了个100万 时间点 20年的6月份 那个时候给了多少钱 大几百万 供值在多少 这个其实不太能说 那几千万是有的 第三个人是在什么时候 二年初 二一年底开始的 对 为什么需要这个对比又进来 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些竞争 对 就真的刚刚提到的很多的 百事出来的人 大厂出来的人 会网出来的人在给我们干价 我卖多少钱 它便宜比我 比我便宜5块钱 就在超你 对 很多的超 我当时整个的行业 做这一类产品的工厂 都在出我们这一产品 所以我当时很不太能理解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在叠到2.0的工艺了 2.0的工艺味道其实会更好 成本其实会更低 但是其实大家还在拿我们可能0.5的东西 那个状态的东西 来在跟我们打价格战 就是我能很明确的感受到 它卖一单可能是纯亏的 对 但还在跟我们打 然后它的东西不好吃 对 这个钱的使用主要用在 就是打仗是放在哪里去打仗的 抖音 小红书 天猫 我们其实还是拿了很大一部分钱 你在供应链上 就保持我们的产品的 后端的领先跟突破 而且前端的声量 其实要不能被他们给掩埋 对 后端的产品要精进 对 因为这是一个相产商城的东西 你只有卖到足够的量 你的供应链 你掌控能力会更强 然后你才有机会做才更好钱 所以规模也是一个优势 而且头部本身有溢价 不论是在资本的定价等等 所以第一是不能丢的 在那会歌剧战的时候 你的排名和你的销量 大概有什么水平 那个时候去年我们做的最好 大概有个可能400多万 电商还是 对 电商 电商 对 21年的抖音自播开始了 对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做的比较早 我们抖音自播应该是做的最早的一批 你们现在打播多还是自播多 打播会更多一点 主要投放的是头部吗 达人 没有 所有都头部 你能听到的基本上都会有些合作 现在总共融得多少钱了 大几千万 不到一个亿 你自己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是个什么想法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平均年龄到120岁 我觉得我有机会看到实验室成为一个百年品牌 而且我有可能是食品饮料行业 第一个能够见证一个百年品牌的 有生的年见到百年品牌的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个机会 对 我觉得我合到130岁应该没什么问题 现在实验室在各大品牌的销量 排名和提量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总体一个月差不多一千万 今年一个亿肯定没有问题 对 目标往1.5个亿走 对 我们今年没有做的特别着急 当然在抖音在京东 在包括在天猫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属篇的地名 我们现在大概接近1万个网点 所以现在你如果在河马 在欧雷 在部分城市的711 包括全家都能买得到 你对上市是有什么想法 着急吗 不着急 但迟早是人生当中要经历的一次的 对 我们觉得说只要产品做好了 做出了差异化 30岁之前应该有机会 从今天开始计算 26 26岁 还有4年 对